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住了五年 成立了当地的一个华人的艺术家联盟 完了在当地做了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一些活动 包括每年的春晚都是我来给大家一起举办的 18年初呢 我搬到了多伦多 跟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我们这个宜家国际 希望说能把更多更好的民族音乐带到我们多伦多来 好的 谢谢 那首先问一下王一先生 那这个萨斯卡通和多伦多音乐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萨斯卡通首先来讲 因为萨斯是在我们加拿大中部嘛 它人口不是很多 一共可能这个城市也都有二十多万人 我们华人呢 可能不到两万人 对 所以说我们在推广我们民族音乐 包括音乐方面呢 还是会受包括人数 包括地方的一些限制的 对 当然我会经常受邀在温哥华呀 多伦多呀 包括艾满特呀 这些大城市 对 去演出 所以我希望说能跟我们更多的音乐人一起把我们的这个民族音乐传播到整个加拿大 那这是王先生来我们多伦多的原因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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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和几个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朋友们成立了这个公司 那当初成立公司的初衷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呢 大部分都是我们有国内音乐学院毕业的背景 大家就想说 因为我们多伦多的这个人 华人很多 包括卧虎苍龙啊 很多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 我们这个小团队呢 是都比较年轻 都比较年轻 大家都有这个国内音乐学院毕业的背景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呢 会沟通起来比较方便 而且大家的那个志向都比较相同 所以我们想说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包括我们 因为你像我来加拿大六年 可能也不算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还会跟国内的这种演出啊 这个市场的前沿还联系比较紧密 所以一些最新的曲目啊 包括演出的形式呢 所以我们想说我们会把一些更新的曲目 更新的组合形式 能够给多伦多 包括加拿大的这些华人 包括我们西人朋友 各族裔的朋友能展示出来我们更精彩的音乐 民族音乐 好的 谢谢王毅先生啊 那我听说这个11月23号你们有一个音乐会 那你刚刚所说的那些特点是不是都会在你的音乐会上呈现呢 对对对 这个音乐会呢 也算是我们公司在多伦多的第一场演出 也算首秀吧 也是我们这个小团队第一次在多伦多整体亮相 这场音乐会的比较特殊是在于说 我们不光是曲目比较新 包括我们的配器 包括我们的组合形式 甚至我们还动用了大屏幕 包括灯光音响的配合 还有我们邀请了外籍的演奏家跟我们一起来演出 我们邀请了韩国的演奏家 日本的演奏家 跟我们一起来完成整台音乐会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 那能不能请王毅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音乐会的流程是什么呢 OK 那我们因为多伦多的民族艺术家很多 各种演出大家也是欣赏了很多 但是我们这次主要是想做一个标新立异的一场音乐会 所以我们整台演出是以合奏的形式出现 主要有八位演奏员 对 分别是竹笛 二胡 杨琴 琵琶 古针 还有我们从艾曼顿请的一个中软的演奏家 还有打击乐 就是七个 然后还有一个钢琴 主要是八位演奏家 主要以这八位演奏家为主 我们音乐会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 我们传统的民族乐器 来给大家呈现传统的民族音乐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我们用传统的民族乐器 来呈现改编的现代派的一些作品 包括西洋音乐的一些作品 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为了迎合我们广大的听众 为了适合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的需求 我们把一些现代的流行的音乐 用民族乐器展现出来 包括日本的流行音乐 包括韩国的流行音乐 甚至我们还有动漫音乐 还有动漫音乐 这么有机用中国的传统乐器 去做动漫音乐 这个要怎么做呢 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首哪一个动漫 《千本音》 《千本音》 就是日本非常流行的一个动漫的音乐 我们这回还要跟电声乐队合作 包括我们有中国的这种 中国大鼓 打锣 中国的传统这种民族乐器 包括电声乐队 吉他 贝斯 鼓 还有键盘 对 完了包括现场的这种灯光 音响的配合 完了还有大屏幕的这种 LED的这种配合 我们也是希望说 借助一些比较时尚的流行的元素 来整个来给大家展示一个不同的那种民族乐器 民族音乐会的体验 这个整个音乐会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大概是 纯音乐的话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对对对对 其实刚刚听你说啊 用了这么多的这些不同的部分啊 今天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在上面 大概准备花了多久呢 准备从我从 其实我从去年来多伦多演出 我们就开始策划这个音乐会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音乐会 其实是我们公司达到的一个品牌 就是我们想把这个 这个品牌叫做亚洲传统预见流行 对 传统预见流行 非常文艺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小团队呢 在加拿大做巡演 是 之前我们去过爱德蒙顿 萨斯卡通 李贾纳 包括我们前一阵刚刚去PEI 我们会把我们这个主题的这个音乐会 带到不同的地方给大家展示 当地反响非常非常强烈 那是不是说这次是一个首秀在多伦多 然后接下来还会去各个地方进行一个 就类似本次音乐会的这样一个巡演呢 对对对 我们在今年应该是我们的日期是11月23号 将近就接近年底了 我们也 第一是也算我们多伦多首秀 第二呢 也是希望说 这场音乐会作为今年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收官 完了我们明年再去其他的一些城市 我们现在预定了有卡尔加里 温哥华 包括蒙特利尔 还有包括我们多伦多附近的 比如说华铁卢啊 保密西沙加呀 这些地方 我们都跟当地有了一个接触 明年继续我们这个主题的巡演 好的 谢谢王毅先生 那这个音乐会耗了这么多的心血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我是想说我们这一波民乐人呢 就是想把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 跟我们的民族音乐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展现给大家 可能我们这个团队比较年轻 我们也希望说用我们的所学 用我们所掌握的这些音乐的知识 包括我们接触的 包括我们跟西方音乐的结合 能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个体验跟感受 让大家在欣赏传统 就大家固有的这种民族音乐的表演 风格 对对对 方面呢 我给大家就重新 有一些新的亮点 让大家更加 大家更喜欢民族音乐 更来支持我们的民族音乐 也希望这些年轻人小朋友 能够学习到民族乐器 更好的为我们这个民族音乐 去做一个传承 好的 谢谢王毅先生 那这个音乐会结束之后 未来你有什么样的计划 或者说公司未来 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我们公司在明年会有几个 比较大型的一个演出 包括我们会邀请我们国内的一些 优秀的这些演奏家 来我们多伦多来给大家演出 主要还是说给大家带来一些 全新的乐器 乐器跟这种表演形式 包括也让大家更多的来认识一些 我们现在在国内演出跟教学前沿 一些优秀的中青年演奏家 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在最后呢 有没有什么想对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说的 包括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如果想要参加你的音乐会 就是11月23号的这场音乐会 要怎么参加 我希望说呢 通过我们这个音乐会 通过我们这个团队的努力 包括我们公司在我们这个音乐会 做很多宣传工作 很多帮助 我希望说大家能更多的来关注我们的民族音乐 虽然说我们这个音乐可能是在海外 不是主流 算一个小众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民乐人 在为我们这种民族音乐 民族文化的传承 在努力着 我希望也能得到大家更多的关注 支持 对于这场音乐会来讲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那个 我们公司的网站 包括我们会接下来 还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对 完了更多的资讯呢 我们会在我们的网站 包括我们的公众号上 我们会这个公布出来 好的好的 谢谢王一先生 那大家对这个音乐会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关注我们这个 频率下方的网址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好 谢谢 谢谢